画画 区区攀 哼 哎呀 国服S1画家遇到这么个队友 这局感觉走远了呀 区区攀玩个飞行家 飞行家 飞行家 我只认杨大侠 好吧 国服飞行家在我心目当中只有杨大侠 其他人的飞行家可能 都没有办法跟大侠相比 这波大侠记得打钱啊 你懂的大侠 赶紧的 三天内看不到钱 我立马翻脸不认人 这把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阵容它有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区区攀要救人的 你救鱼女的人 我看看你怎么救 而且这个阵容它 没有一个打架能力 没有一个反 反制能力 哇 这波水气 这波水气 哎 不是 他为什么不出水气啊 怎么倒在了终点前呀 他感觉刚才能 这波鱼女 难道是算到了 这个机械师出不了这个水气吗 他选择打了一刀 这个舞女 其实如果说机械师能够 因为这一刀插刀牵制更久的时间 我觉得鱼女并不转呢 来 区区攀 哎 不救人 拉拉队员来救 拉拉队员也带薄命 BB直接强冲 画画小子 包个水圈 也有薄命 这波水气能出 不需要交加速 机械师这边的话 拉开 但这机械师肯定走不了了 区区攀 哦 那机械师刚才想压飞轮的 机械师刚才想压飞轮没交出来 机械师应该刚才想交一波飞轮没交出来 啊 我刚没留意机械师的天赋啊 只是看他走在那个旁边 有点奇怪 一刀娃娃扛刀 这里机械师还在牵制 这一波的话 薄命结束之后 机械师还没有倒 通过一个飞轮 再加上娃娃扛刀 把这个时间拖出来了 高分段的对抗 就凭机械师这一波牵制 如果说待会儿区区攀 能够将人救下来 把这个薄命套上 我觉得这个局能打一个三人残局 开门战能保平的 但是需要他救一波 因为他这波不救的话 密码机真不够 需要套一个薄命 需要套一个薄命 来我们看 起不行 小老爹 这边好像 拉拉队员来救 拉拉队员来救 没薄命啊 防闪现 打一刀 水器 放飞轮顶 哇 这是一个飞轮加薄命的 拉拉队员 闪过来 收叉 躲掉 漂亮 机械师虽然说前期 有15 但这机械师后面的牵制 真可以 他这波的牵制 也相当于打出了一个薄命的效果 拉拉队员这边的话 机子不够 机械师这波等于说牵制出来了 然后还逼出了那个鱼女的闪现 武女这边的机子75 但这个武女是个蛮血 秒不掉 这武女秒不掉 一波收叉 板子下掉 往旁边绕 有飞轮的 好的 水器包的是很漂亮 这个水器包的又大又漂亮 但是 人家架不住有飞轮 收叉 漂亮 两边护袖 这个操作真的看得好养眼啊 这一把 抓拉拉队员 拉拉队员这边的机子 能修开的话 这个局三人开门战就有了 飞行家手里还有个搏命的 拉拉队员手里面 两冲刺 来镜头给到 国服S1画家 画画小子 密码机压好了 没有大心脏 归没有大心脏 我确实没有这个天赋 但我有这个速度 我确实没这个天赋 没错 我是没有大心脏 但是 我跑起来 可比大心脏还快 来了 区区盘 来 水汽压着你 进圈 是不是 我是不是说了 飞行家 我只认杨大侠 飞行家 飞行家 这边 要砍飞轮 漂亮 这里 还有加速 还有加速 没交呢 你别说 一个BB 躲冲刺 继续绕 继续绕 继续 好的 武女这边门能点开吗 武女这边的门 才点了一半 飞行家还没起 这边有地窖 他这里的话 跳地窖了 哎呀 喷一手 这手一喷 然后女女回头一刀 就有点意思了 可惜让他跑 好 好